摩托車其實你知道 有些時候我們騎摩托車 女生真的蠻辛苦的 騎然後後面再噴煙 然後噴煙整個裝就苦了 不會辛苦啊 你看台灣喔 其實很多男生都不會騎擋車 他有一次晚上摩托車 欸老頭你在不下 喔在在 我拿東西給你喔 好我馬上倒掉 我就每天我就到我一下等他 每天就留著他有點像我 不不不不 我跟他說 野狼 他騎到我前面 他騎到我前面 熄火才發現 哎呦 窩小柔 你騎野狼 你騎野狼 而且騎野狼 我們要打檔對不對 對 他還穿一個假腳拖 哈哈 小柔 對啊 那時候我騎打檔車很酷 男生騎打檔車之後很少 女生他會騎的 對對對 因為那時候是很喜歡打檔車 所以就買了一台野狼 可是你知道嗎 像我們這種女生在馬路上騎 打檔車其實有點危險 因為有一次呢 我是直接呢 就過那個地下道 然後呢 那時候已經轉速轉到四檔 那四檔上來的時候 車子一停的時候 武裝轉成一檔 打成一檔 然後突然擋哨 就整個人飛起來 就整個就 跳狗類 聽一聲 然後我一停的時候 但我下來的時候 我剛好有踩穩 所以我一踩穩的時候 旁邊男生就想說 你幹嘛 刷著這字 而且他們很生氣 我們在拍徐克的現代武俠片 很帥的 那時候騎摩車 我覺得潛規則是這樣子 我們呢 騎摩車跟汽車 其實是會有一個默契在的 我們騎到他前面的時候 他們就會主動把速度放慢 然後我們就可以到他前面 然後再轉轉轉轉轉轉走這樣子 對 我覺得真的要很有默契 因為為什麼 台灣人